繼續來到新北市的三定堡 出現一個強迫退消的男主 他專門找到國小外面的家長 來下手 說自己是驚生人 賣一個兩百塊愛心的皮包 你如果不想賣 他就競競賜給你 甚至給你驚 牌 聽話 好好跟家長都很緊張 馬上來報警 警方也已經抓到人了 外面中這個地步 要找不到人一個看 有人驚過 隨打進錢 鐵村 他要賣愛心的銀角桌子 要去對方稍微看一看 原來對條條一直推銷家長 技術也沒效 這個男主人就是不輕放棄 就拉著他 擋在他的車前面 然後就不讓他走 對 他就覺得很討厭這樣子 對 說最早的男主人在學校附近 剛才這個推銷的男主人 他說他本身是驚生人 以一個兩百塊的介紹 賣這個銀角桌子 讓家長比較困擾的是 你如果不買他就給你命 手上拿著東西 跟我們的家長推銷 那家長不跟他賣 他就是會言語的罵我們的家長 就會罵你或是罵三字經這樣 因為第一點在國小的旁邊 家長驚說 小孩也會影響到隨報警 警方也有捏到人 他自稱為是更生人 然後到菜市場去批發所謂的愛心錢包之後 像路過的路人還有家長人來兜售 這個男主人說 他不知道說這種賣東西的行為是犯法的 警方依照共濟的桌子上班 附近的騎駕家長才比較安心 不過這種警方要退銷的愛心 根本就不是真的在做愛心 然後…